天呐,有人把折纸裁成一块一块 叠在一起,做成了造型可爱的蜡烛 做好的蜡烛竟然还能点燃 这也太神奇了吧 成功勾起我的好奇心 必须马上下单 桌火箭的快递就是快 原来这个东西它叫直直蜡烛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 这个蜡烛还能直的 我们看一下 哇,长得确实很特别 就很像什么,知道吗 特别像咱们平常打包快递用的那种气泡膜 声音好奇啊 据说有了这个直直蜡烛 你想要做什么样的蜡烛 就可以做什么样的蜡烛 那咱们先来一个简单的 这是它里面配的模具 我选了这个小熊形状的 跟这个白色的直直蜡烛 小熊模具直接往上面搓就行了 用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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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脱模 继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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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模具做完之后 就是要剪出一小根的蜡烛星 它就是蜡烛能够点燃的关键 像这样放上去 然后把两只小熊叠起来 跌起来 再把剩下的蜡烛也跌上去 跌上去 完成 接下来难度升级了 我们要脱离模具 放飞自我 大煮2.0版本 剪一根小竹心 先包点鱼籽豆腐 再来点新鲜三文鱼 酸脆爽口的泡萝卜 必不可笑的米饭宝宝 最后当然是灵魂海苔 收拾蜡烛搞定 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 这样做出来的蜡烛 它真的可以点燃了 按灯 真的点燃了 刚好下个月是我一个好朋友的生日 我们可以多做几个 充其他 看这下来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